这是远古时代 描述只有勇者才能继承传说的剑 大师之剑诞生 萨尔达传说起源的故事 故事的舞台是在天空的福岛 天空洛夫特 主角林克和青梅竹马的萨尔达等 个性丰富的居民生活着 被女神祝福的岛屿 某天 萨尔达遭遇巨大龙卷风 掉落到云层下 为了拯救失散的萨尔达 林克开始旅程 林克乘坐着大鸟 洛夫特飞鸟 可在天空自由地探索 然后穿越厚厚的云层下 是任何人未曾踏进和未曾看过的大地 自然资源丰富的森林 留着熔岩的灼热火山 以及广阔沉睡着古老文明的沙漠地区 接着和天空有点不一样的大地的居民们 探索未知的大地 有时在他们的帮助下 寻找萨尔达的线索 在大地等待着林克各种各样的魔物 林克使用剑与盾牌来战斗 双手握着Joy-Con 操作林克的剑和盾牌 挥动右手的Joy-Con 可以垂直 水平 背脚等 自由挥动剑 左手的Joy-Con 操作盾牌 好好的防御对手攻击 可以把攻击反弹 或创造反击机会 另外对应按键操作 方便使用手机模式 或Nintendo Switch Lite来游玩 林克在旅途中 可收集各种各样的道具 可以飞到空中 进行远距离侦查 和搬运物品的甲虫 以及可以吸引敌人 并像绳索一样 勾住的软鞭等 有多姿多彩的道具 一边使用这些道具 一边挑战各种机关 在天空和大地的舞台里 等待着林克的众多试炼 萨尔达传说 由这里开始 萨尔达传说 玉天之剑 HD 萨尔达传说 玉天之剑 HD 对应Amiibo 林克青梅竹马的少女 萨尔达 和伙伴洛夫特飞鸟 两者一同站着的 Amiibo新登场 在大地里冒险时 使用Amiibo的话 从任何地方都可移动到天空 之后 在天空再次使用的话 就能回到在大地里 使用Amiibo的地方 可更顺利进行冒险 Amiib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